再过一个月就是农历新年了 汐止区的春安工作也即将在元月21号正式展开 为了让勤务顺利进行 汐止警分局也特别在31号这一天下午 邀请了义警民房以及各里巡守队等单位人员 召开了一场工作协调会 以及任务讲席会议 带您看看现场状况 在这场汐止警分局召开了春安工作协调会上 包括义警民房、社区、邻里巡守队 还有学校大卖场都来参加 因为在一个月就要过年了 而每年都会实施的春安工作 也将在元月21号登场 所以在今天分局也针对了 今年的春安工作内容做说明 而针对细致的地理环境 分局也早就编排好相关的交通治安维护工作 那今年的这个指头还是跟去年一样 就是这个治安平均交通顺畅 还有这样的服务热心 那相关的这个春安工作 我想请一下我们民房组会把这个我们今年应该这个要做的 来跟各位做个报告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25天能够把这个把整个交通治安 还有为您服务做好 过年期间各项金融机构等等的这个金融活动会比较活耀 那么我们民房 疫警还有志工中队 前例来配合分局各项勤务 比如讲在这个交通方面 还有在这个春安演习各项的勤务方面 我们都会协助分级各派出所来执勤 每一年疫警民房社区邻里巡守队都会携勤 维持春安期间的治安交通 分局长也特别表示感谢 而除了业务宣导以及工作任务协调 警分局也表示在大卖场的部分 因为过年前采买年货的人多 车子也多就怕影响细致主要的道路车流 警分局也要求业者配合输导 另外为民服务项目也是重点 车外工作从1月21号开始到 2月的14号24时为止 那在这段时间 包括6天的过年假期 那我们有提供护超的这个服务 那也希望民众这个金钱不落白 除了护超还有失踪人口协讯 可以回家团员勤务今年也是重点之一 并且表示针对治安交通都会做好 让民众过好年 至于交通方面 春节前后金融机构 还有营楼业 卖场 量饭店 超商 现金交易热弱 警方会加强金融机构的安全维护 至于在交通的方面 也要确保交通顺畅 还有年终尾牙期间 也呼吁喝酒不开车 另外的就是有需要我们警察服务的 希望跟我们派出所或者是分级来做联系 那从那工作期间 这个参会也比较多参加尾牙的 那我们希望民众酒后不要开车 注意身体这个安全 为民服务民众过年举家外出旅游 或是返乡团员无法兼顾家户安全 可以向警方申请举家外出服务 而今年传工作将在元月21号晚上10点展开 为期25天一直到2月14号为止 接程惠玲细致采访报道